花莲市第一次与北海道串路市的出访行程圆满结束 这次访问也在串路市的媒体上被扩大报道 对于串路市的市政建设规划 还有少数民族文化保存 花莲市公所相关科室主管也都受益良多 并且表示未来两市可以加强相互的往来学习 让城市更加进步 花莲市第一次和北海道串路市的出访行程圆满结束 这次访问也在串路市的媒体上被扩大报道 对于串路市的市政建设规划 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保存 花莲市公所相关科室主管都受益良多 我们见识到日本他们对于公共建设行人空间 它的设计上面的非常细心的规划 以及设置的可以供我们来做一个耳后设计的参考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很多他们在施工上 一些安全的防护也做得非常细心 不管是替代的行人动线的规划 还有一些像他们只要是施工车辆 他们的车档跟交通安全措施都做得非常详尽这样 那这一次也非常特别有遇到就是北海道有规模5.3的地震 所以对他们看到他们对就是建筑的一些耐震工程 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地震的那个警报的措施啊 我们也是就是学习到非常多这 艾奴族这样子他们也在附赠他们的文化跟信仰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的政府对这少数民族都非常的努力 尤其在语言的附赠还有他们的信仰 跟我们原住民一样是一个敬重敬天敬地 相信我们的主灵是给我们丰盛的一年 我们对主灵是非常的尊重 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在过去因为是历史的迁移 所以我们狩猎补仪的文化跟他们也相似 虽然是这样已经慢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遗忘 但是我们的勤劳也很努力的来透过仪式祭典来恢复 让我们年轻人能够更认识我们的文化 这个间接的就是看到艾奴族他们的聚会所等等的 也相对像我们原住民这个部分一起来传承传承给下一代 市长魏佳燕表示透过这次参访可以更进一步来认识串入市的建设和文化 这次是佳燕上任的第一次的姐妹室跟友好城市的一个参访 那特别要感谢年薪市处长 那招航办事处给予了相当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忙 那其实我们在国家的一些外交 我们希望用城市跟城市的一个对接 让我们城市的市民可以一起来一起到回访 或者是说到对方的城市去走走看看 那其实面对外交的困境 我们希望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我们台日的一些友谊 那在这边其实也要感谢川路市 那我们知道其实川路市是在北海道的道东 那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天然的一些资源 那未来其实有机会我们希望更深入的交流 包括我们的人文特色的一些文化 包括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特色 在市工所的一个原住民的语推 其实我们一直致力的在做 那虾民市长也有提起 说我们语推是怎么做的 因为日本也在推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推广 那我相信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期待 也可以值得交流的 市长温家彦表示 未来两世还要加强往来相互学习 让彼此的城市更加进步 剑队会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